現在一方面我覺得我是 越來越舒服在自己的生活的步驟裡面 我現在有的東西我非常的幸福 覺得你是非常talented 就是你在表演這一塊 你是不是很快可以進入到 不同的那種想像裡面 而且我覺得齁 其實像這樣的一個男孩子 你是會非常吸引女生的 I? Yeah No No 你們認為他吸不吸引女生 吸引 那是當然的嘛 你不認為你吸引 為什麼 你對自己沒有信心 你不覺得你吸引女孩子嗎 我覺得不一樣 就是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會 但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很清楚我 我每天的生活是怎麼過的 對 也許你的生活 我覺得可能在螢幕上的 或者在我的印象 大家對那個東西是會有一種被吸引的 對 那可能私底下的我不見得 私底下的你 你覺得不會吸引女孩子嗎 嗯 為什麼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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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你會是一個 比如說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在美國長大 對 從小就是一個 一個少數民族 對 一個 minority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 在小時候 是 沒有像現在那樣子的 我會覺得有自信 對 有自信 對 小時候也是會 我為什麼會喜歡音樂 我為什麼會喜歡 活在音樂的世界裡頭 我覺得也是 一定有原因的 對 對 嗯 所以 我覺得也沒有說 像大家想像的那樣子 就是 她一定是 很有女生的 女人緣啊 對 可能是因為你現在太忙了 李鴻 所以也許你真的沒有什麼太多的機會 可以去發展你的戀愛啊 或者是什麼的 可是我知道你在大學的時候 有過一個女朋友對不對 對對對 好 那 這段感情你願意聊一聊嗎 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孩子 她是一個 我覺得 很浪漫的女孩 她是一題藝術家 她是畫家 嗯 嗯 那你很欣賞 很欣賞她的藝術表現嘛 對不對 對 而且她的個性 好 就是讓我們覺得很舒服 嗯 那後來你們分開是因為你太忙了 你也變成了一個歌手嗎 還是怎麼樣 嗯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兩個的價值觀不一樣 然後 還有對時間的感受是不太一樣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很很慢的人 我是一個很慢的 就是 可能是一個老靈魂 很多人都說 在一個年輕的軀體裡嗎 嗯 類似 嗯 這樣好像很深奧 對 對 我可以 我不知道 我可能會覺得說 我 嗯 三個月半年沒有跟一個人見面 是很短的時間 但是可能對方會覺得說 我受不了 對 我覺得對於一個藝術家 或者是一個創作型的歌手來說 其實我覺得那個感情很豐富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呢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好像很多的人又很害怕去發展自己的戀情 所以對於你現在來說 你現在沒有女朋友嘛對不對 嗯 那你會很渴望嗎 希望有一個很好的你很欣賞的 一個女孩子在旁邊 可以鼓勵你啊 創作 No 不會 Why 嗨 嗯 我又有了 對 我是因為我覺得 我相信音樂的力量 嗯哼 而且我相信音樂可以改變一些人的生活 嗯哼 我自己也是 或者改變一些 改變全世界一些小小的地方 其實有點 就有點遺憾啦 就沒有辦法 嗯 什麼都 什麼都有 我覺得有得有失 Right 但是至少我覺得我還是蠻正常 因為我所有的藝人朋友好像都跟我一樣 對 幾乎都跟我一樣 就是踏入這個行業 都會變成說 在可能感情方面或什麼都會有一些犧牲 就會比以前複雜 對 雖然 已經很複雜 對 一般人就已經很難去經營這一塊 嗯 一般人在感情這條路上 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經營 更何況是一個 備受矚目的公眾人物 不過王力宏呢 他起碼在音樂路途上 我想他交出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成績單 比如說我們來看看他的這個 那就是粉紅色的 那就是粉紅色的 Well OK 這樣子粉紅色的成績單 就是可以稍稍連結一下情感的那一塊 對不對 他得獎很多耶 你是95年出道的嗎 對 95年 1995 1995年 距離現在就是 12年 12年 一輪呢 我不曉得你已經出道12年了 我感覺一直都好像還蠻年輕的那樣子 就12年了對不對 什麼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你 你還是很年輕 OK 好 那就對了 對 那就對了 他在95年出道之後呢 他就開始了他的得獎的生涯 你看 一般人在感情這條路上 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經營 更何況是一個備受矚目的公眾人物 不過王力宏呢 他起碼在音樂路途上 我想他交出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成績單 比如說我們來看看他的這個 這是粉紅色的 這是粉紅色的 Well OK 這樣子粉紅色的成績單 就是可以稍稍連結一下情感的那一塊 對不對 他得獎很多耶 你是95年出道的嗎 對 95年 1995 1995年 距離現在就是 12年 12年 一輪呢 我不曉得你已經出道12年了 我感覺一直都好像還蠻年輕的那樣子 就12年了對不對 你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You are still very young OK 好 那就對了 對 那就對了 他在95年出道之後呢 他就開始了他的得獎的生涯 22歲的時候 他就拿到了第10屆台灣金曲獎的 最佳男演唱人 and 最佳製作人的雙料冠軍 這一年是你覺得最豐收的一年嗎 嗯 嗯 對對對 那個時候拿金曲獎 我覺得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 我其實我這一屆我有印象 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發現說 哇 王力宏得到了這兩個獎 都是非常大的獎 對不對 任何一個歌手 他如果在同一年 得到一個這個獎 any one of them 他就覺得很高興 很大的榮耀 可是你是同時得到兩個耶 那個時候心情是 除了高興之外 我覺得有一種 有一種疏解的一些壓力 那個時候拿到我就 就想說 終於會有人開始注意到我的音樂 因為那時候有人叫我 優質偶像 其實到現在還是 對 那個時候 我覺得台灣的那個娛樂圈是 你或許是偶像派 對 或許是實力派 對 你選邊站 對 然後王力宏就是偶像派 對 那你就好好給我跳舞 然後不要彈琴 對 我以前很奇怪 大媒體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其他全世界任何地方 對 都沒有說 喔 你是新人 那你是偶像派還是實力派 就一定要分到哪一個派就對了 對啊 我覺得你是 東西好不好 音樂好不好 最重要 所以那個時候受到這個肯定 我覺得是 一個非常大的鼓勵 非常大的鼓勵 而且因為他才22歲那一年 得到這個獎 所以他是史上最年輕的 金曲獎的歌手 你知道嗎 對王力宏來說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然後很多很多很多的獎 我們就再往下看 你在去年的時候 你就是跟李安導演合作了色界 所以你從就是說歌手 然後你就去拍一個 國際大導演的電影 你談談你跟李安合作 你剛才有提到 他在他身上看到了爸爸 那種很serious的這種樣子 那你自己對你的演技的評價是什麼 坦白說我自己不覺得我在演戲 在那部電影裡面 我是在實在是太逼真了 就是導演他可以塑造一種 一種氣氛 不管是其他演員 還有美術 燈光啊 腳本本身 他的角色已經很立體 每一個東西都會做得非常徹底 所以可以讓你感受到 那種很逼真的感覺 你上場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你在演戲 不需要演戲 因為已經是你自己 那個角色你可不可以稍微形容一下 你在裡面演的是 這是張愛玲的小說改編 社界 然後裡面是演一個 抗戰時期的愛國青年 對 叫曠義明 然後他是 很多這個故事的發展 他是一個student leader 一個領袖 學生領袖 那個時候在三零年代 大學學生 他們不是去從軍 就是在學校裡面去 做一些可能支持我們的戰爭的 對 演話劇啊 去抽款啊 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student leader 邝義明就是想要去做一些事 去救國 OK 所以是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好 而且我知道就是說 你因為演了這個 邝義明這個角色 你後來還寫了一首歌叫 《落葉歸根》 是跟他有關是不是 對 因為我覺得也是很妙 就是我們剛聊到 角色扮演這個東西 在創作的 在創作的領域裡頭 常常會做 但是 因為去年我就是 就是角色半年 半年 每天都在做 那段時間我沒有聽流行音樂 我沒有聽嘻哈音樂 而且我很投入 整個泡在三零年代 所以 當我們殺青了之後 我要開始寫歌 創作下一張專輯的東西 發現我怎麼寫都是 古色古香的吊吊 成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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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